昨天19点06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千番几轨0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随着千番星座第二批组网卫星的成功发射 千番星座载轨卫星的数量增加到36颗 就在今年的8月6号 我国成功发射了千番几轨01组卫星 成功将18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低轨互联网星座千番星座的首批组网型 它们的成功发射也标志着我国向全球卫星互联网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千番星座是由低轨互联网卫星组网的 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大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 这些卫星因其较低的轨道高度 具有传输时间小 链路损耗低等特点 非常适合发展卫星互联网业务 简单来说就是以卫星为介入手段的互联网宽带服务模式 千番星座作为我国规划的低轨互联网星座 也称G60星链 可以为交通运输 新能源 智慧城市 智慧农业 应急救灾和低空经济等领域赋能 据介绍 千番星座作为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星座 是面向普通大众通信需求建设的星座 将平板式高通量宽带通信卫星布局在低轨 具有离地较近 成本低 功耗低 覆盖广 食盐低等优势 能够提供大带宽 低食盐 高质量 高安全性 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根据千番星座官方发布的部署计划 主要是分为三期部署 一期部署648颗卫星 提供区域网络覆盖 二期部署1296颗卫星 实现全球网络覆盖 三期规划有超过1.5万颗卫星 提供多元业务融合服务 目前正在实施一期部署计划 按照一键18星的发射效率 需要完成36次发射才能够搭建完成一代系统 而随着此次千番几轨02组卫星的成功发射 千番星座也将进入常态化密集型的组网阶段 组网效率和发射频次也将会越来越高 按照计划 千番星座将于2030年建成